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人之物方面 当然会进步很多 因为做这一行 每天都是要见很多人 跟很多人去交流 当然会完全去很急剧的成长 当时有一些令人生气的东西 现在当然会有 但都会尽量照顾别人的感受 有没有想过小时候 不是这么吃饭 是令人生气的 小时候 我想 我记得有些同事跟我说 说我很招职 说我没有礼貌 为什么呢 他们说我 好像见到什么人都很开心 到处和人聊天 大家就觉得我很招职 但当时就觉得 我不是应该和大家聊天 是很开心的吗 但原来有不同的看法 人家就有不同的感受 另外一个说我没有礼貌 是因为有时候见到前辈 摇底 他就跟他说 他就跟我说 不要坤 那时见到你 你不打招呼 他就跟我 事后说 他觉得我很没礼貌 其实我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硬底 sorry 直接跟他说 有时候 摊出来说 其实挺好 原来 原来小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见到 什么人都 都继续摇底 是 最后